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下头条新闻 美国财政部前部长亨利·鲍尔森表示 对于中国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奥巴马政府反应不当 而是应该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 越来越多航空公司 提供机上无线上网便利 但美国政府责任署周二警告 美国民用航空公司的网络系统 可能被使用飞机提供的无线网络的乘客 骇入其飞航控制系统搞破坏 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继续留意晚上播出的凤凰每周 欢迎回来 让我们来继续关注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央利桑那州警方公布一段影片 画面显示一名警官用巡逻车蓄意缅过一名嫌疑人 引发各界对执法单位过度动用武力 发出新一波质疑声浪 根据昨天公布的2月19日行车记录器影片 嫌疑人瓦伦西亚对空鸣枪后 带着步枪沿着马拉纳镇的街道行走 警察开着巡逻车缓缓跟着他 接着拍到警官拉皮科驾驶的警车急驰而过 从背后撞上瓦伦西亚后 猛然撞上一道砖墙 瓦伦西亚在这起事件幸运存活 马拉纳警长罗泽马为警员行动辩护说 是瓦伦西亚拒绝遵守警方指示 放下步枪还步步紧逼警察局 另一方面纽约帝国大厦周二晚举行亮灯仪式 顶部几层亮起了红色和紫色的灯光 提请世人不要忘记去年被极端组织 伯克圣地绑架的200多名女学童 灯光一直亮着至周三凌晨两点 象征现实仍然失踪的女童的树木 世界各国包括法国 尼日利亚以及纽西兰等地 多个大城市都有民众参与烛光晚会 集会 祈祷会 纪念这宗举世震惊的绑架事件一周年 伯克圣地去年在尼日利亚东北部齐奎克镇 绑架276名女学童 至今仍然有219人失踪 另一方面 为提高最低工资到每小时15元 纽约 波士顿 芝加哥等多个城市的低收入工人 15日再次爆发大范围的抗议活动 在纽约 数百位抗议者聚集在连锁巨头 麦当劳快餐店外 举着标语牌 高呼提高工资 抗议活动的组织者说 全美计划有230个城市的快餐店工人 会离开工作岗位 还有数百名抗议警察 枪杀黑人青年的大学生 也将加入到低收入工人的抗议行列 组织者还称 选择4月15日举行抗议活动 是因为这个日期的英文谐音是为了15美元 另一方面 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公立学校的9名教师 由于作弊丑闻被判刑 其中3人被判处20年弃刑 其中7年监禁 13年缓刑 这远比该州法律所要求的刑法各位严苛 据悉 有44所公立学校中的180多名人员 牵涉到此次作弊案中 调查人员发现 这些公立学校鼓励教师更改学生答案 以证明教学成绩的不断进步 还有一些教师获得了5年刑期 但在狱中需服刑1至2年 一些教师还被要求归还其所获得的成绩进步奖金 按照规定 被告在宣判宣告后 有权在30天内提出上诉 好了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当局将重新辨认 近400名在珍珠港事件中死亡的美军遗体 以确认身份并予以个别安葬 要重新辨认的遗体是1941年被美国鱼雷击沉的 美国俄克拉河马号战列舰上的海军和陆战队士兵 美国国防部官员说 将使用先进的法医和DNA测验技术 还有来自死者家属提供的遗传学信息 来辨认被安葬在夏威夷的遗体 俄克拉河马号战列舰是1941年12月7日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攻击目标之一 当时有2400多人死亡 在找到的429具遗体中只辨认出35人 其余的被安葬在夏威夷国家公墓 墓碑上标示身份不明 另一方面 美国最著名的廉价航空公司 设在德州达拉斯的西南航空近日宣布 他们将把座位主动升级 变得更加宽大舒适 为乘客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 据悉 这将是博音737经济舱 有史以来最宽的座位 而西南航空也将成为 第一家推出配备新座位的 博音737的航空公司 除了座椅更宽大 新座椅还会给乘客腿部增加额外空间 另外提供更加个性化的 情力存储和可调节的头部靠枕 西南航空公司的首席运营官方德万说 新座位更加轻便 这会减轻飞机负担提高燃油效率 另一方面 柯林斯大学网络集团近日被美国教育部罚款 3000万美元 教育部表示 柯林斯属下的总部设立在旧金山的希尔德学院 向潜在的学生以及政府提供错误的毕业生就业数据 一项调查发现 希尔德学院向临时机构支付报酬 雇佣其毕业生进行短暂的工作 有的工作时间只有两天 这些毕业生都被纳入雇佣记录 调查还发现 希尔德学院有时还不准确地报告毕业生工作领域 比如2011年一位会计专业毕业生在快餐店Tacobell工作 一起来看看加拿大方面的新闻 联邦财政部有高级官员透露 加拿大正积极考虑加入中国牵头的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不过这名秘名官员表示 加国在加入前要确定亚投行的管理架构 符合同类国际机构的最高标准 英国上月率先申请加入亚投行 是七大工业国中首先表态 而德国 法国及意大利随后亦申请加入 结果加拿大最终同样参与 七大工业国中将只剩下美国 日本为加入 另一方面 在乌克兰政府请求 提供军事支援数月后 加拿大总理哈勃14日宣布 加拿大将参加对乌克兰军队的培训任务 以帮助与亲俄武装作战 并陷入困境的乌克兰军队 新闻发布书说 加拿大将从今年夏季到2017年3月31日 向乌克兰派出200名军人 为乌克兰军队提供军事培训 据报道 英国和美国目前已经在乌克兰展开培训行动 美国现在在乌克兰有800名军人 英国最近向乌克兰派出了75名军人 在命令程序 战术情报和战场救救 急救方面培训乌克兰军人 以上就是今天凤凰每周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继续收看晚上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每周新闻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 US进行订阅 我是孟如 感谢您的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